我們前面講完了細胞 也講完了動物的組織 那麼兩種以上的組織會形成器官 那器官是怎麼定義的 我把定義起來這裡 看到沒有 所謂的器官就是 可以執行完整生理功能的構造 就叫做器官 那各位會覺得器官還有五所 我們都要知道啊 肝臟啊 胰臟啊 心臟啊 小腸 大腸 胃啊 對不對 你所知道的這些器官 都是傳統的 我們稱為大器官 但事實上如果定義是 能夠完整的執行生理功能 就叫器官的話 其實器官差不多不凡種以上 舉個例子 你腹部的那一坨脂肪組織 裡面有血管 運輸養分 甚至分泌激素呢 那一坨脂肪組織 是不是可以完整的獨立執行他的生理功能 可以耶 它就可以叫做脂肪器官了 你的皮膚裡面有神經激素 各種組織都有 你的皮膚也是一種器官 所以器官的分為集中的傳統的器官 跟分剩的小器官 會豐富在全身 你只要能夠完整的執行生理功能 都屬於器官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維基百科一下器官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大裂表 器官比你想的多了 多多的多了 器官很多的 所以我們高中反而對器官不太多講 因為它太複雜了 器官每天想的複雜 好 那如果接下來多種器官在一起 在不同的部位 比如說有的在胸腔 有的在腹腔 不同部位 但功能相關的器官 集合在一起 就是器官系統 O跟System 那器官系統簡稱系統 這已經已經過了 好 所以器官 構成器官系統 那各種器官系統 組合在一起 就是個體的壓 所以國中才會說 動物體由細胞構成組織 組織構成器官 器官構成器官系統 器官系統構成我們的個體 那其中器官系統 各位就很常見到那些 什麼生殖系統 泌尿系統 呼吸系統 排泄系統 呼吸 還有消化系統等等 神經系統 內關病系統 等等 生殖系統 都是屬於器官系統的例子 好啦 所以組織構成器官 器官是指 多種組織合在一起 可完整執行功能 那 覆覆在不同位置 在構成相關的器官 再組合在一起 變器官系統 器官系統 再組裝成個體 好 那我們的 1-1動物的組織 動物的組成 我們就說明到這囉 當組成的區域需要之後 我們才能知道 它如何來執行 恆定的功能 所以我們接下來 就要講恆定